防止血隐的念头完全是在智慧的定律上 唐朝狄人杰曾经说 人在美兽当前的时候 就急着想这个妇人 有一天也会抱病死亡 那你就要观想 这个妇人死掉的时候 他整个脸兽大变 变成那个死人的面貌 切死人死掉的时候面貌很不好看 你要观想这个妇人 眼前这位长得 这个 非常美丽的这个妇人 他抱病而死的那一种病容 然后他尸体开始溃烂了 身体的蛆都长出来 那个虫都在他的尸体上面 专来专去的自己 那个臭气那个臭味 臭慧的还有那个 污秽呢实在是让人家 熏人就是让熏的你会 无法承受 臭慧熏人 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去观想 你就领乎口味 你就会敬畏英国 而且会产生一种 警惕的心生出来 恐怖的心生出来 敬畏的心生出来 公信的心就生出来 那清净心就会现出来 在领乎口味 你能够这样去观想 那么那个邪影的念头自然就 这个妄想就会消失掉 这个邪影的念头就会消失掉 那么这一段 防影的 防邪影的念头最终会在汇立 尤其对年轻人 所以我们引用 印光大师文超 他在不可录 从科序里面 印光大师的开示 这一段 跟这里敌人节所开示 很接近 我们来听印竹怎么开示 印竹说 美受当前 就像刚才敌人节说的 人自美受在前 当美受在你前面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印竹说 一心之胜 你那种欲望的心 几乎是没有办法控制 叫一心之胜 欲望的心 那个贪爱的心 淫逸的心 不断的不断的冒出来 那个念头不断的冒出来 控制不了 平常读诵经典也都没有 平常念的佛号也都不见了 平常所羞耻的定功也完全没有 这叫一心之胜 法眼 性功能 人生不断的心 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 资然断起爱心 这时候跟你讲 释迦摩尼佛怎么说 佛经怎么说 因果报应的怎么惨累 怎么可怕 应主说 通通在这个时候 美受当前的时候 这些佛陀所说的话 祖书大陀的开示 因果报应的惨类 对你好讲好像都没用 既然断起爱心 没有办法让你断掉那个爱心 贪爱的心 淫义的心 邪淫的心 印竹说的跟迪恋姐讲一模一样 要做不尽管 迪恋姐叫你观想 现在眼前这位美女 她死掉的时候生病的样子 要死掉那个恐怖的样子 死掉以后尸体溃烂 你又长出那个曲子上面转动 那个臭惠心人 那个味道很难闻 迪恋姐叫你这样观想 印竹也是叫你这样观想 你讲佛经的道理 因果不一样 通通听不进气 全部忘光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印竹说用不尽管 用不尽管 若能做不尽管 则一枪欲佛 当下冰霄 如果能够做不尽管 那么满枪的欲望之火 这个欲望的念头就像熊熊烈火一样 当下冰霄 当下就被浇袭了 印竹就说了 印竹是陕西人 印竹说秦就是陕西啊 他说我们长安啊 我们长安的子弟啊 就他们的乡亲啊 都喜欢玩畜竹 这个是可能是北方的一种联系人玩的游戏 那么刚好那时候呢 长安这个地方呢 有一户人家呢 他们有兄弟三人呢 连接成同大概都是十五六岁的 十来岁的这些偶童 十来岁的这些偶童 在当天的夜里呢 他们在玩畜竹 以坟墓间 他们就到旁边的坟墓去玩畜竹 那小孩子胆子也很大 他们就到坟墓间去玩畜竹 结果呢 忽然见到一个少户 知寿杰伦 在这个夜光之下呢 看到一个少户长得非常漂亮 知寿杰伦就是 这个美色呢 女色呢 没有办法去形容 美如天仙 叫知寿绝人 遂同网周知 那个少户突然间变脸 我们台湾人说生气叫欢脸 变脸 这个突然间变脸 就好像四川有一种 四川有一种表演的这个艺术 叫变脸 其户变脸 七窍流血 这位少户呢 突然间变脸以后呢 七孔流血 舌头迟疑 那个舌头吐出来大概一尺多 很长 这三个小兄弟呢 同时吓死了 当场吓死了 第二天内 他们的家人就一直找啊找啊 齐家寻得 救活这一样 结果第二天内 他们的家人就到处去找这三个小兄弟 这三个小兄弟呢 死掉两个人 救活一个 一问之下呢 才知道他们三个小兄弟到坟墓旁边去方式歧视 被救活回来这位呢 活着大病数月方疫 还生了一场大病 好几个月才好起来 因此这个家呢 这户人家呢 他们的子孙呢 就不许在晚上去玩舟处主 那么印竹就说啦 印竹根据这个公案呢 这是真实的公案 印竹就说啦 印竹这个公案只要重点讲不静观 跟敌人家讲的一样 不静观 所以你如果不能够调伏你那个 淫逸的心呢 欲望的心啊 那个邪影的念头啊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静观 你观想眼前这个妇人啊 死掉以后身上长驱啊 然后驱在他身上爬来爬去 然后那个尸体的臭位啊 臭位熏人就是很难闻啊 你这样去观想就好了 印竹就说啦 他说这个少妇未变年时 则爱入骨髓啊 我们说恨之入骨 就爱之入骨啊 他说这个少妇 还没有变年的时候 则爱入骨髓啊 灰碎所欲则不可啊 没有爱到绝对不行的啦 灰碎所欲则不可啊 几记变年则一下至死 等到眼前这位美女突然间一变年 变成泥鬼了 泥鬼那个脸色的恐怖 几记变年一下至死 你吓得吓死了还爱他 爱心变成乌有 你这个爱他不可的 爱之骨髓的这个心呢 这个欲望之心呢 就撒纳之间变成乌有 可是当时这三个小兄弟跟这个女鬼在玩周处主的时候 大家在情相追逐的时候 顾未死无血以舍 顾然你 你没有看到那个女鬼七窍流血 七窍流血 还有土舌头 这个意思是顾未死无血以舍 你顾然没有看到 当时那个女鬼七孔流血 还有土舌头 何寒藏之则是他藏起来 他藏起来你就生爱心 他流血出来你就生卫心 印竹这样比喻很有意思 何寒藏之则生爱心 流头之则生卫心 你现在眼前所爱的这个女人 如果哪一天他土手头了 变成泥鬼了 七孔流血了 你就生恐怖心出来 就生卫心 他没有土手头以前 他没有七孔流血前 你就生爱心 这个意思 了此你能够明白这样 做反见一切天之国寿 这当做七窍流血 印竹说 你那个明白这个道理 以后见到那些天之国寿天之 这个女人美到美如天仙 秦国秦成 我们现在的用语叫什么 知寿撩人 天之国寿 你就把它当成七窍流血 七窍流血 你把他当成说 土手头土了一尺多 土了一尺多的这个手头 那个吊紧鬼 印竹说叫吊紧鬼 好 那个女鬼把手头土出来 那个一尺多 叫舍头 此以至吊紧鬼 想语啊 你要这样想啊 这样观想啊 又何至于被寿所迷呢 又怎么会到被女寿所迷到 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呢 不能近几天呢 而且还不能安详晚年呢 死必至永度悟道耶 甚至死掉以后 还要永度悟道啊 已故如来 令贪欲重者 做不尽观 所以呢 释迦摩尼佛告诉你 贪欲心很重的时候 对色意 你贪欲心很重的时候 要做不尽观 观之久久 则上能断后正正 你不断的这样去观想 不断这样观想 用这样去观照 久而久之 你甚至可以断后正正 断掉无名正法身 叫断后正正 超凡入圣 其子不换血淫 其子不换血淫 这一位生啊 这样的观照 这样的不尽观 其子是不换血淫而已 或者是 把欲望平息 能够来 保住你的生命啊 卫生卫保住你的生命啊 其子这个功能而已 甚至可以超还入圣 可以断后正正 他说当你看到这个 礼貌浇美 令人生爱心 行义 事责 当你看到美你的时候 美你的礼貌浇美的时候 当你生起爱心 想跟他做血淫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观想他只不够是外面一张薄皮而已 光滑艳丽 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美丽啊 光滑艳丽啊 我一起所获我耳 你被他迷惑了 如果你把他脸上这个皮扒掉 若结起此薄皮 你把他脸部这个美丽的这个脸皮把它扒掉 若结起此薄皮 所不但疲离之物不堪爱恋 这皮扒掉以后 你里面都不敢看了 疲离之物 这里面的骨跟肉啊 跟血啊 不堪爱恋 你就不想要了 你就不喜欢了 你就不迷恋了 不堪爱恋了 即使薄皮 亦 皆无苦爱恋 你只爱到这张薄皮而已啊 如果你懂得他只是一张薄皮 就绝无苦爱恋你 这个女人 他眼前这个美女 就没有什么做到你爱恋了 在静我薄其身躯 你静我再把她身体 啪拨开 拨开她身体 在静我薄其身躯 走围见龙血淋漓 一大堆血肉 她那身体上一大堆血肉啊 骨肉中红啊 看到这骨头心脏 鼻脏肾脏 这些骨肉中红脏腐 撕尿啊 这金山和尚说啊 金山和尚在缅甸阳光啊 被人家欺负被人家戏弄啊 有一个人他金山和尚经过的时候呢 他以为金山和尚要脱部啊 他就用一个脸盆装个大便 就盖到金山和尚的脸头部上 金山和尚如如不动不起一向 边左边讲一句话 小混同盖大混同 这个身体是大混同 他那个小脸本是小混同 小混同盖大混同 这里讲的 当你把这个美女的身体 剥开的时候 里面都是龙血淋漓 骨肉中红脏腐尿尿 狼吉板地 错慧姓哨不冷见闻 错慧姓哨 那种味道呢 你实在是 没有办法忍耐 没有办法看到 教前少物所变成这样 岂可畏惧厌恶 过百千倍 比起前面刚才 那个三个小兄弟 在坟墓间玩猝子 跟那个泥鬼在玩猝子的时候 那个泥鬼七孔流血 吐一尺多的手头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 狼吉满地错慧新造的这些 超过那个 那个恐怖厌恶 超过百千倍 众寝尘寝果之绝世家人 薄皮里面之物 有一不如是乎 他说那些寝尘寝果 这些绝世家人 他那张薄皮里面的东西 哪一样不是这个样子 哪一样不是龙血淋漓 骨肉众红 丈夫私尿 狼吉 做慧新造 人和为观其外相 而不查其内容 人为什么只看他外表 不看他里面的东西 爱其少分之美 所以不计其多分之恶夫 你只爱他少分那个薄皮外面的美丽 爱是的不尽管 跟这个敌人节这一段的防影之恋 权在灰力 也是不尽管的 很接近 好